在改編音樂作品之前應該要怎樣做呢? 根據澳門43邪惑99邪惑M號 著作權及有關權利之低度第126條 為了進行固定、傳送、演出或上演的目的 而透過機械、錄音或錄像的方式 對任何作品進行改編、整理或其他改動者 必須取得作者的許可 這個許可應該指出有關改動是只在達成一項或多項的目的 為了更好保護改編人和權利人雙方的權益 原作品權利人在授權改編許可的時候 應該以書面形式明確提出許可改編的範圍和要求 從而提醒改編人不可以越界 以取得授權改編的音樂作品 是否可以直接在公開的場合進行播放、演出和使用呢? 無論音樂作品是否已取得授權進行改編或原創作品 任何音樂使用者在澳門的公開場合 社交平台、音樂類平台、移動軟件等進行播放、演出或使用前 都必須向代表音樂版權持有人 在澳門管理及執行其著作權利的集體管理機構 申請音樂公開播放牌照才可進行 如有音可二問可致電2888-2380 向作曲家、作家及出版社協會Marker進行查詢 中文出版社會ach 通知人不可以接觸 vor案